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林恩市现已成为麻州新冠主要热点城市之一 许多麻州失业者有望在三周内每周多领取300美元的救济金 研究发现 年初举办的Biogen会议会议导致2万人感染新冠 麻州新冠检测阳性率保持在1.1% 达历史最低水平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目前波士顿以北的林恩市已经成为麻州新冠病毒的热点之一 其阳性率几乎是该州城市平均水平的三倍 从8月5号到8月19号 林恩市的新冠检测阳性率超过7% 而麻州其他城市的阳性率为2.6% 根据上周麻州公共卫生部门的报告 林恩市在过去14天的检测阳性率最高 比里维尔和切尔西等被视为麻州重灾区的城市高出近2% 卫生官员说 林恩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年龄在18至40岁之间 他们说 像生日聚会和烧烤之类的大型聚会是最近新冠蔓延背后的主要原因 林恩市网站显示 该市新冠确诊活跃病例644例 周一新增21例 3681名林恩市居民康复 112人死亡 自2020年3月21号以来 林恩地区共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4437例 其中包括死亡和康复病例 麻州的失业居民将有资格在三周内获取每周300美元的额外的救济金补贴 麻州周一24号宣布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已经批准了他所申请的特朗普损失工资 补充支付援助项目的资金 州劳工和劳动力发展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称 该资金将为有资格的失业者在以8月1号、8号、20号结尾的这三周 提供每周300美元的格外补助 这笔钱将自动发给麻州目前正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大部分人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 位于波士顿龙码头万豪酒店 在今年2月主办了当地一家生物技术公司Biogen的会议 这场会议和本地疫情的爆发有直接关系 并且可能已导致2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据悉该酒店于3月中旬关闭 其在麻州的4个郡的酒店也在5月初关闭 这一研究预估表明 新冠病毒的传播范围比此前爆出的 与此次会议有关的数十起病例要更广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 科学家们通过病毒在人际传播过程中 基因组成的变化 研究了几乎所有确诊的早期病例 病毒基因突变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理解 他们所谓的超级传播事件的范围 麻州卫生官员周一报告了 27例新冠死亡病例和571例新增病例 周末平均阳性率保持在1.1% 为该州的历史最低水平 麻州公共卫生部宣布 上周末新增27例死亡病例 使新增死亡病例总数达到8949人 三天平均每日新冠病毒死亡人数 从5月初的161人下降到现在的15人 麻州已经记录了126,022例感染病例 周末期间增加了571例确诊病例 和91例疑似病例 在125,360例病例中 至少有102,205人已经康复 周一24号 麻州七天加全平均检测阳性率保持在1.1% 为历史最低 住院人数下降7人 全州住院人数达308人 住进ICU的有62例 目前插管患者26人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